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战争美国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我刚才为大家分析过 其实美国的态度里头现在已经开始是两手的策略 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情报首长的通话 特别大家要注意到的是美国CIA的局长William Burns 他现在在美国的外交战友里头其实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本周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局长 纳雷时经公开消息 他的确和美国的CIA中央情报局局长William Burns通了电话 而他说的内容跟William Burns告诉华尔日报内容是不一样的 他说的内容是他们双方通话的重点是 如何处理乌克兰的问题进行讨论 如何处理这个意思是什么 是指停火协议吗 是指停战协议吗 还是双方不要动用核子武器 或是双方一定程度的节制不要让战场扩大 没有内容 但是塔斯社就是整个俄罗斯的新闻单位 直接的把消息公布出来 而且公布了相关的录音 路透社就引述了塔斯社的报道 提到了这件事情 而《华尔街日报》跟《纽约时报》 在6月30号就报道了 William Burns的确有致电纳雷什金 就是俄罗斯他们的情报单位的首长 但是他向后者保证的是 美国没有在6月24号 瓦格纳兵变世界里头扮演任何角色 也就是想办法把两个人的通话 降到一个非常低阶的不重要的事情 但基本上外界不太会相信的理由是 这样的一个通话 不需要跑到乌克兰 打电话给克里姆林公 我们没有介入瓦格纳的兵变 所以双方开始商谈 这些事情其实在之前 包括《纽约时报》 包括《华尔街日报》 陆续的都有报道 虽然美国的白宫发言人否认 可是某个程度 这就是一个大国经常扮演的 我们从以前越战跟好几个战争 包括在阿富汗战争里头 最后签订和塔利班的和平协议里头 都看得到了一个迹象 我们来看整个乌克兰战争 打了整整500天 它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新的阶段 所以新的阶段里头 首先乌克兰没有成功的 进入这一次的北约峰会 成为成员 而且未来也看不到 在战争结束之前 它有机会成为成员 战争停火协议里头 可能根本就会有一个协议 就是乌克兰不得成为 北约组织的成员 所以这场仗 所有乌克兰要打仗的理由 似乎现在越来看起来越不存在 而整个战争走向一个越来越残暴的状况 就是美国决定提供 吉树弹给乌克兰 但是约束乌克兰 你只可以在俄罗斯占领地区 也就是说你可以打克里米亚 可以打乌东整地点 那么吉树弹本身呢 过去受害最深的 最有名的是越战时期的辽国 在这个时刻 它就出来说话了 辽国呢特别谈到 它们到今天为止 都没有能力解决 吉树弹在那个国家里头 所获产生的祸害 他们说如果美国做出这个决定的话 将祸害百年 根据相关的资料 越战期间的美国在辽国 投下了超过2亿7千枚的吉树弹药 其中有三成8千万枚成为卫爆弹 到今天为止没有办法清除 而这时间点是从1964到1973年间 30%没有爆炸 而隐埋在辽国的国土里头 辽国在战争之后 有5万个人在越战一流的卫爆弹里头 因为爆炸事故而伤亡 所以辽国作为一个当年的受害者 特别在这个时刻出来告诉大家 这个cluster 就是我们所称的吉树弹 它其实是有些会没有办法爆炸的 然后它会在战后留下什么样的一个祸害 俄罗斯方面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很强烈 俄罗斯说如果美国提供吉树弹 而且现在已经表明你要提供吉树弹 给乌克兰使用 乌克兰一旦使用 我也会使用吉树弹 炸在乌克兰其他的境内 所以这个战争看起来往残忍的方向 在慢慢升高 而俄罗斯还说 如果你使用了吉树弹药 这个是国际公共阅禁止的 美国等于是自称在乌克兰犯下了战争罪 因为美国现在指控在当时布查小镇 跟好几个地方 普丁犯下了战争罪 而在未来的重要的高峰会里头 他们将在南非举行 希望能够动用这个战争罪 说不定要逮捕普丁 所以克里姆尼公特别回答说 犯下战争罪的不是俄罗斯 而是你美国当你提供吉树弹之后 就是如此 俄罗斯的国防部部长 邵一鼓警告 如果美国援助乌克兰 吉树弹药的话 俄罗斯将被迫 对乌克兰使用相同的武器 而美国现在考虑 巴人说 他让战争不希望延长太久 但是看起来战争 往很久的方向在发展 所以考虑再升高 要提供乌克兰远程导弹 那么这个是整个战争 目前的一个状况 不过另外一个情况 是我刚刚特别提到的 美俄通话 前面我们提到的 他们两边 中情局长跟对方的 情报首长的通话里头 如何处理乌克兰问题 这里头就包括了 很多美国可能会进行的 未来的谈判路线等等 关于谈判路线 我们待会看 现在先来看 整个物战的最新的 经过500天之后 另外一个升级的战争 欧乌战争持续超过500天 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 在7月12号结束的 北约峰会上 获得盟友挺战到底的承诺 但盟友同时也释出 希望迈向和谈的讯息 拜登7月13号访问芬兰时 就谈到 期望乌军反攻永城 可推动战争 走上谈判桌 美国又不得不加速乌军 取得反攻成果的压力 战争长期化 将流失民众的支持 拜登还必须 在2024总统大选前 交出原屋成果 拉抬支持率 但俄军密实抵挡 乌军反攻 布置层层陷阱和障碍 架设有刺铁网 挖掘壕沟 安置地雷 成功托慢 乌军进攻速度 马克 均密 是一代 武装军 为助乌军反攻要禁 美国宣布提供上百个国家禁用 美国本身也已停用的极数弹给乌军 美国当然也明白提供极数弹会引发众多批评 白宫辩护说这绝非是容易的决定 但如果俄军打下更多城池 将对乌克兰造成更大伤害 可有效摧毁敌方大炮和装甲车军团的极数弹 是用来帮助乌克兰保卫自己的国家 虽说是为帮助乌克兰保家卫国 拜登政府当然也是为美国利益盘算 Biden has been committed to Ukraine's cause for some time I think that it's twofold One is that he wants to turn the US in my opinion wants to turn Ukraine into the Afghan war that the Soviets had to face and to dry Russia and bleed them dry rather than to help Ukraine win 请求美国提供极数弹的乌克兰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把敌人赶出家园 尽早结束战争 即便需要动用会留下多年危害的极数弹 也在所不惜 不少战区早已布满俄军埋下的地雷 等到重建家园时 乌克兰会彻底清除这些战争遗留的危险弹药 当前俄罗斯入侵比未爆的极数弹更可怕 而且在自己的土地上使用极数弹 乌克兰说他们当然会尽力将危害降到最低 但极数弹之所以饱受争议 就在于其子弹药会遍布大范围地区 亚丹率可高达40% 危机平民生命安全 虽然美国表示 他们提供的极数弹 2022年实弹测试的亚弹率低于2.35% 但专家指出 极数弹在不同环境和气候条件下使用 会有不同的反应 无法保证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 也会有同样的低亚弹率 莫斯科批评白宫提供极数弹给乌军显示美国构急跳墙不顾任何后果 也威胁会使用相似的武器反击 还警告如果西方运送F-16战机到乌克兰战场 莫斯科会视为这是西方挑衅的和威胁 罗马尼亚 波兰和荷兰等盟友 已陆续开始训练乌军操纵F-16 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 美国发现普丁计划全面进攻乌克兰时 就定下四大原则 包括北约和俄罗斯不能爆发直接冲突 战争必须限制在乌克兰国境内 加强并维系北约团结 最后军援乌克兰 未将战争局限在俄乌之间 美国也和俄罗斯保持一定程度的沟通 华尔街日报报道指 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 和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拉倪舍金 开战以来持续保持联系 最近一次通话就在瓦格纳短暂兵变后 伯恩斯向对方强调 美国和兵变没有任何关系 纳雷舍金表示 在约一小时的通话中 他和伯恩斯大部分都在商量 怎么处理乌克兰 乌克兰战争已经来到关键阶段 对乌克兰对俄罗斯甚至对美国欧洲已造成沉重的压力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新受访表示 除非西方不再执着于透过乌克兰之手 削弱俄罗斯 不再坚持支配国际秩序 战争才有可能结束 拜登政府已展开停火协议的和平路径 2024年一旨停火协议 不论责任司机或不同意 他都可能得接受西方 尤其是美国提出的停战要求 而美国纽约时报报导了一个独家新闻 著名的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前主席Richard Haas 在今年4月的时候 代表美国的中情局的委托 到了乌克兰以及俄罗斯方面 希望协商出一个可能的谈判策略 到底这是不是事实不重要 重要的还包括了Richard Haas 在之后发表了一篇文章 刊登在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务期刊里头 Richard Haas的说法说 他认为 未来第一阶段 要先用力打 打到今年年底 形成僵局 接着就要进入第二阶段 协商停火 这是外传他代表美方和俄方 进行双门密会以后 他所发表的一篇 长达两万字的 整个相关的一个文章 我们把这个文章里头 几个重点为大家做出分析 怎么做才能让已经从自身运转 获得充沛动能的高速战争机器 逐步降倒 减速 到最后终于能够停止下来 仍旧是个牵一发 动全身的纠结命题 7月初就在美国学界 政界以及舆论对于开启和俄国 外交沟通管道呼声越来越大的同时 美国三大电视网的国家广播公司披露 华府民间人士 与莫斯科方面代表 实际上在过去几个月中 已经进行过多次秘密会议 其中在4月的一场纽约密会当中 美国智库学者甚至与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见到面 大上线展开了一次 美而至今 睽違多时的准官方对话 这议议帮 included several former U.S. officials with deep experience from their time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Pentagon dealing not only with Russia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but also with European issues it also included Richard Haass who's the outgoing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 very prominent fac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expertise and we're told that on the agenda for this meeting was really finding potential 反而就像战争的结束 最终仍需靠外交 外交的推展 也高度依存于战场现实 4月美俄密会中 代表美方出席的 两名关键人物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理事长理查哈斯 和乔治城大学 外交事务学者查尔斯·库昌 日前在外交事务期刊上 就联合发表了一篇 长达两万字的俄乌 只占说帖 文章一开头就指出 现阶段而言 想要结束战争 既要打也要谈 学者认为 俄乌双方目前仍有 未实现战场目标 并自认有机会更进一步 因此这时候 硬要双方走上谈判桌 其实不切实际 为此学者在文章中 建议采取分阶段 双箭头只占策略 第一阶段是在年底前 以最大的力道 和最快的速度 协助乌克兰提升军事力量 协助乌克兰提升军事力量 我仍然没有看到 那些证明 例如纪尼亚 俄乌克兰提升军事力量 在美国的支持力量 在美国的支持力量 源源不绝 但这些优势碰上俄国 单纯以数量碾压对手的暴力打法 顶多只能占个平手 形成僵局 因此西方设定的中战策略 不应该以推翻普丁 或是打倒俄国 作为最终目标 而是应该以协助乌克兰 在谈判之前 取得最大战果 为阶段性任务 而为达此目的 从此刻到年底 这段时间内 西方不但不需 因为担心惹火上升 而过度忌惮于普丁的 言语恫吓和何威哲 反而应该加速运送 新型武器和优势军火 包括战机和长城飞弹 给乌克兰 以协助乌军尽可能在年底前 夺回失去的领土 同时壮大乌军绅士 一边为第二阶段的外交谈判 攒下最多的谈判筹码 虽然拜登与西方国家领袖 一再高喊力挺乌克兰 然而台上口号是一回事 台下的政治现实 却使任何一个头脑清楚的 政治学者与外交幕僚 都无法逃避的人间日常 哈斯与库普查 在直战计划第二阶段中 明白点出欧美 对于乌克兰的军援力道 绝不可能直白 按照政治人物所说的理解为 一路到底永无止境 事实上 随着上一笔军援法案预算 逐步用轻 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 对巨额外援的不满日益堆高 再加上2024总统大选季节 即将开跑 华府一年多来 都顺着乌克兰而吹的政治风向 很可能即将身边 此外 欧洲国家目前 虽与华府挺务立场一致 然而包括法国 英国都正面临战争 衍生的通膨 移民等内部问题 但到年底 这些北约国家 再次满心自问 该不该继续帮着乌克兰 这么打下去 听到了恐怕将是 不同的民意反馈 根据两位智库学者的指战计划 到了年底等战场烟消 尘埃落定 趁着双方兵匹马困 西方国家可以顺势提出停火协议 要求俄乌双方部队士兵和武器装备 各自从前线拉回一定距离 形成非军事区 并且由中立的国际组织 像是联合国或是欧洲安全合作组织派员 监督停火那一方面 西方也应该寻求中国与印度对协议背书 以敦促和施压莫斯科当局履行停火承诺 虽然对于乌克兰朝野来说 停火恐怕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结局 基辅当局不断重申 要恢复主权完整 拿回所有被夺走的乌克兰土地 然而可以预见的是 在停火后续的和平谈判当中 普丁为了确保自己出兵和统治的正当性 势必拒绝交还克里米亚等欠占领土 但反过来说 西方国家也不必同意普丁的条件 可以继续透过外交手段 与国际仲裁 来协助乌克兰争取领土返还 只要乌尔同意停火 止战状态能维持下去 市局就有机会回到正常的轨道 防止战火扩大延烧 迈向和平稳定 福岛核能电厂的废河水 即将排入海中 几个国家的态度并不相同 在韩国的部分是采取容忍的态度 中国的部分对于IEA联合国原子能 总署称福岛核水可以喝还可以游泳 中国的外交部说 那你日本就自己留下来好好利用 何必排海 但是欧盟认为他们可以接受IEA的说法 在8月份的时候将会撤销 对日本生产的所有食品的进口限制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北约 有一个这次峰会里头重大的一个新闻 在这次北约有一个发展 就是希望建制在亚太也复制一个北约 其中最欢迎的是日本 而且即将在日本设立办事处 但这件事情在北约主要的创始国里头有歧见 其中法国的总统马克宏 明白的挑战美国的思考 他认为这是使得冷战再次的复制在全世界 全世界应该慢慢的走回整个稳定的情况 如果把整个NATO现在复制到亚太地区的话 它只会使全世界的冷战重演 而且是比冷战的状况来得更加的糟糕 请看一下的报道 这是一场看似替战争中的乌克兰召集盟友 承诺提供军援 但既不让乌克兰入会 又声东及西 毫不遮掩 以美国为首 思考如何应对中国军事崛起的北约峰会 中国不是我们的敌军 我们必须继续接触 但是北京的增加的确性 影响了我们的安全 中国更加的挑战 中国更加的挑战 的规则根据与国家的领导 禁止的抗战争 抗战争 抗战争 台湾 和重新党的建立军 中国的组织 中美国的组织 中美国的组织 是在速度和渠度 本来任期已届满 但在欧陆和英国之间搞不定之后 美国再次支持延长任期的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点名中国 而非俄罗斯 说他是北约数十年来最严峻的挑战 并强调 中国近来对核武能力的重度投资 最快2035年就可能具备触及北美 甚至涵盖所有北约盟国领土的长城核弹投射能力 不过他否认 北约将扩大成为全球军事联盟 而是认知到 这个区域正面临全球性挑战 中国是其中一环 余待保留的原因之一 是欧洲的态度 欧洲反对让世界进入冷战格局 把北约组织延伸至亚洲 并且在日本设立办事处 欧洲的影响 Its security and economic interests are very much at stake and they are very much affected by Asia So this sort of increasing interconnectivity and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Europe and Asia is very much driving NATO's engagement in the region That's quite true So in that sense, yes of course we have China in our mind 法国总统马克宏是第一个跳出来 反对北约亚太化的欧洲政治领袖 他在今年4月 主张台海问题维持现状 避免因不切实际的幻想 而发生战争的发言 一度被美国媒体Politico扭曲成 欧洲不会介入台海战争 换言之 就算中国解放军攻台 法国也不会介入 马克宏对此郑重澄清 而这一切直到6月 美国务卿布林肯访中 发表类似声明 7月财政部长叶伦 重申美中去风险不脱钩政策后 这场美国媒体制造的闹剧 才告一段落 日本今年5月明确表态 并无计划成为北约成员国 美国驻北约大使也强调 无疑邀请任何亚太成员国入盟 本市は、日本の国民間の厳しい安全保障環境の中にあって 欧州とインド太平洋の安全保障が不可分です 日本在北约亚太化的过程中 一直扮演关键角色 今夜峰会议结束 并与北约联合发布升级版合作文件 这份个别针对新伙伴关系计划 包括了双方在网络防卫应对 太空安全保证等16项领域合作 并扩大日本自卫队参与北约演习 及紧急援助的联合行动 虽然文中并未提及 北约2024年要在东京设立办事处 但史托腾伯格强调 此案并未打消 可能占言到今年秋天后再提 而中国对北约行诸文字对准中国 且措辞强硬的公报不假辞色 第一时间便透过外交部发言人强烈反击 官媒《环球时报》还同步以社论 批评该组织已沦为华府的斧头和铲子 所到之处无不是战争根源 呼吁亚洲国家必须不惜代价将之摒除在外 因为北约前进亚太 早在2006年里加峰会前便已展开 当时美国立主与日韩澳纽积极建立伙伴关系 虽然没有得到与会国家认可 没多久 2014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一与北约签订个别伙伴协力合作计划 日本自卫队还多次参与北约为主体的各项军演 今年日本准备与北约积极磋商设立联络处 形同使日本与北约间更紧密的安全与战略合作的深化 并加速北约亚太化 同时使得美国得以统合欧洲和亚太地区 这两大军事同盟体系 日经新闻分析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着眼于网络安全 新兴颠覆性技术及海上安全等多重挑战 试图透过北约同时防堵中俄野心 这也是自2022年北约战略构想 首次提及中国的系统性挑战 再加上今年立陶宛 维尔纽斯公报的措辞看来 双方间的关系似乎走向更极端 在挑战持续升高 华府又深感自己战略工具与资源 有限的情况下 必须结合日韩纽澳的盟友 北约亚太化毫无疑问是美国军事战略的未来进行式 只是数十年来 亚太地区都是以经济合作与地区和平繁荣为主要政策出发点 北约根植于西方战略理念与文化的思维 要全盘移植东方 难保不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 泰国在五月份的时候举行大选 而八个反对派为了要推翻当时军人执政的执政党 八个反对派捐弃成建 也不在乎谁是最大派 谁是第二派的 全部联合起来对抗军事政府 结果最后投票大赢了 但是大赢了后就会产生了总理吗 不是按照泰国当时军方所掌握的政权 他修宪 修宪使得总理的产生 必须要上院下院全部合起来 而下院是民选的 上院却是军方控制的 按照宪法 这一次反对派所推出来的新总理叫做皮塔 他至少获得375票的支持 但是他在这个礼拜投票的结果 只拿到了324票 这324票也就是离他要变成总理 还差51票 可是这里头有199票弃权 182票反对 在749名的上下院的出席里头 他事实上整个上院只有拿到了12票 也就是军方只投给他12票 所以他才会没有办法选出总理 而且他们还决定要扶底抽薪 对于皮塔就说 我要剥夺你的一员资格 那一员资格他没有了 他没有过一员资格 他根本不能够做总理 什么理由呢 他们说因为他在竞选的时候 持有一家叫做ITV 这家媒体公司里头 4万2000的股份 简单来讲军方输了 可惜就算加上自己的一票 泰国前进党党魁皮塔 也没能跨越当选总理 所需跳述 泰国前进党的一个长期 前进党的新总理 后面的前进党 比特林执尔兹 失去保护支持 这个总理 准备到375名 这是早就知道的结果 因为泰国总理不是由人民普选产生 而是由人民选出的500名众议员 以及250名军方任命的参议员推选 而以军方为主的参议员250席中 仅13人投给皮塔赞成票 皮塔林加伦拉42岁 毕业于泰国法政大学金融系 后来在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 拿到公共政策硕士 及麻省理工学院的MBA 2020年前进党前生 未来前进党遭政府 以违宪为由裁定解散 所有干部10年内不得参政 建立新党的重担 就落在了他的头上 纽约时报形容 他是个有魅力的演说者 鼓舞着人们书写泰国政治的新历史 然而皮塔能不能参加下一轮总理选举 还很难说 因为前公民力量党议员朗盖 在总理投票前 向泰国选举委员会举发 要求向宪法法庭 对皮塔是否有资格当选议员 做出裁决 理由是皮塔在选举当时 仍拥有一家媒体公司 ITB的四万两千张股票 皮塔表示这是2006年 父亲过世时遗产的一部分 虽然ITB早在2007年已停止运作 且皮塔也已将股份转让 给了其他继承人 但是根据泰国宪法规定 媒体公司拥有人或股东 不可竞选公职 即便判决尚未出炉 但是纽约时报说皮塔的遭遇 恐怕会和先前未来前进党党魁塔纳通相似 在2019年选上众议员的一个月后 塔纳通遭选委会指控 持有一家媒体公司Vlog Media的股份 最后众议员资格遭到撤销 皮塔最后如果判决违规 不只会丧失议员资格 还将面临最高10年突袭 以及20年禁止参政的惩罚 皮塔面临的第二个挑战 是针对泰国刑法第112条的争议 这些人爱你 但你什么说到选择人士 在街上想改变 我没有留言 我们都爱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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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空间减制吗 谢谢 泰国拥有全世界最严厉的 冒犯君主法及刑法112条 规定任何人毁谤 侮辱或威胁国王王后 王储或摄政王 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 2020年从法政大学到 清来皇太后大学 反政府示威在全泰国的高中 及大学校园迅速蔓延 尽管在新冠疫情紧急状态下 理论上禁止一切抗议活动 违反禁令可除两年监禁 但是这仍旧阻止不了 数以千计的泰国年轻人 走上街头 他们最大的诉求 是要求军方退出政坛 后来长达数个月的反政府示威 由一开始的总理下台 升级为挑战王室 要求修改严苛的冒犯君主法 皮塔领导的前进党 在竞选时就曾表明 将提议修改这一条法律 正因为这个主张 让包括军方和太子豪党议员 都不愿意支持皮塔 这是皮塔的第三个挑战 纽约时报说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 维泰党将派出房地产大亨斯雷塔 教诸总理大会 因为斯雷塔被认为是泰国军方 比较难接受的候选人 不过前进党在五月大选中 赢得最多的151个席次 让出总理的结果 恐怕支持者难以接受 在2014年政变后掌权的 巴育总理已经宣布 一旦新政府成立 他将退出政坛 但是他的决定不代表军方 约维时报提出 军方可能在7月19号的投票中 提拔执政党成员巴威将军 作为总理的可能候选人 比塔的命运已经揭晓 纽约时报预言 未来将可能是动荡的一周 可能会 也可能不会 以军事背景出身的 新总理上任 画下句点 Everton now works as a coral gardener for the White River Fish Sanctuary a marine protected area that stretches for 3.6 kilometers just off Oto Rios on Jamaica's northern coast As a coral gardener we set up some nursery in the ocean We have to keep revisiting them to make sure they are protected Dangling from fishing lines are small pieces of staghorn coral each carefully tied at just the right height to ensure optimum growth and ensure that we keep 事实上我们如果回顾 在这一次北约峰会之前 美国驻北约的大使 接受美国PBS的访问的时候 他其实就已经把答案 讲了相当的清楚 在清楚的过程中 加了好多好多的术语 就是外交里头 所谓的迷宫 很多的术语 有所谓成员国行动计划 有所谓结束这场战争 有所谓哪些进行的改革 有对于取消对乌克兰的 这些特殊的要求等等的 任何成果等等 共同的谈法的这句话 乌克兰现在不可以参加 北约组织不切实际 虽然重申支持乌克兰战斗到底 而在接受PBS的主持人 对他的访问的时候 他也说在乌克兰正式加入 北约之际 那么这些安全承诺到底是什么呢 他就说第一个 我们会承诺提供给他们军事武器 但美国不会介入这场战争 也就是美国自己不会正式的参战 目的就是不希望世界大战爆发 所以其实他的答案非常清楚 在北约峰会开之前就很清楚 所以我说Zelensky不可能不知道 那我们现在特别为大家找出来 当时在北约峰会之前 美国驻北约的大使 接受美国PBS广播电视台的 公共广播电视台访问的时候 他的谈话 长期以来被视为北约内部搅局者的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在北约峰会举行前夕 竟然改变了想法 同意瑞典加入北约 而引发战争的乌克兰加入北约 最后无法如愿 其实一切早在峰会召开之前 美国驻北约大使史密斯的谈话中 可见端倪 所以这是什么 中文字幕 song. 中文字幕 这是我们的问题 是什么新的提前 那些新的提前 众人 finds 在秘密的提前 提前迈的提前 我们的提前 我们在发适中 是通过收入的提前 그래서用伯母 式炭 提前的提前 基本上是 我们不过 我们 我们 我们的提前 任何的设计的设计 所以我将不会介绍 什么的公民传会说 但这些是什么 与党所谈论的 在什么是相关的 与党的党的党的 我们现在的目标 是在帮助的 他们终于这些战争 肯定会继续的今天 如果他希望他希望 我们继续得 优务的支持 在党的党的党的 美国驻北约大使斯密斯表示 美国政府未来会考量 而北约峰会闭幕所做出的结论 仅表示未来会邀请乌克兰加入 仍未说明如何加入 何时加入 这当然让乌克兰人民感到失望 但这也是国际政治残酷的现实 这样的说法 其实反应拜登总统和其他国家领导人 不愿直接卷入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 华尔街日报分析 拜登过去一年虽然号召全世界支持乌克兰 提供大量的资金武器援助 但对拜登而言 一条红线就是乌克兰争取加入北约 不切实际 拜登成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主要反对者 这也让他与东欧如波兰重要盟友意见分歧 但与法国 德国 英国 荷兰 意大利 西班牙等一致 我们们说明了 最初一国有关联统统的关系 我们与那些国家的员域 在招待毁大的公司 我们与此期间的法律 都形成了 拜登的理讯 这原因是设立给抛替 我们查看了东西 法律的乌克兰 我们查看了他们是 的反应 我们查看了什么 反应 过万一 stronger 那是法刀企业的 拜登在10日晚间抵达距离 俄罗斯边境约140英里的立陶湾首都维尔纽斯 参加自2022年2月 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行动以来的第二次北约峰会 他的目标是在国内面临政治阻力 且美国国防工业日益吃紧的情况下 重申美国对乌克兰战斗到底的支持 What exactly are those long-term security commitments as Ukraine waits for a full NATO membership? Well,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in conversation with friends in Kyiv to look at the possibility of outlining some longer-term security assurances and in essence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is making a commitment to them that we will support Ukraine not just right now in this moment while Russia has invaded its territory and continues to conduct this war 拜登口头称按照以色列模式来支援乌克兰 以及只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 但不保证会使用军事力量保卫乌克兰 但以色列自己有强大的经济和国防 以及犹太人在全球的影响游说能力 鲜少人同意所谓的以色列模式可以适用于乌克兰 拜登以以色列比喻为乌克兰摸头安抚之意 多过于实质 担心提供加入北约的具体路线图 可能导致与俄罗斯的冲突升级 甚至可能引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 这是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或是乌克兰冒着危险申请加入北约组织 所引发战争的第一天至今 没有改变的现实 谢谢观看今天的文件事业之宝 以及文件事业之宝欧洲版 我们明天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